接著來關心的是六月初在台北將有一場公益路跑賽 不少的視障跑友也準備要來參加了 今天呢在陪跑志工的協助之下 視障朋友是貿雨練習 希望能夠在老師的指導下 培養出默契掌握跑步的要領 到時候呢能夠在三公里組的比賽 享受跑步的樂趣 陪跑志工帶領視障朋友大步向前 為六月初在台北的公益路跑賽練習 這次賽事將會有超過100位視障朋友 參加三公里組 主播單位也招募數十位志工和大學生 擔任陪跑員 想當視障者的眼睛可不容易 有不少細節需要注意 要確保視障者的安全 第二個就是當他的眼睛 在陪跑的時候我們希望彼此之間 就是培養信賴 還有貼心這樣的感覺 綁上陪跑神 視障朋友在陪跑員的帶領下起跑 勇敢跨越身體上的挑戰 我在轉彎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很害怕說 待會會不會撞到別人這樣子 或者是我們要超車的時候 我們會怕說我們前方 會不會遇到什麼障礙物 我會不知不覺的加速 然後可能因為現在練習 所以距離比較短 所以還好 可是我覺得如果照我這樣子 這麼為所欲為的加速的話 我覺得在半路我就會掛點 這場供應路跑賽 分成12.5公里組和3公里休閒組 6月2日將會在總統府前廣場開跑 主辦單位帶頭向前衝 希望藉由路跑活動 協助視障朋友 跑出人生的另一片風景 郵件TV 吳嘉祐 李愛淳 台北報導